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7日周五 两市今天都是较空低开 也是因为昨天夜里美股跌幅比较大 而且我们在3144反弹之后建高点 处于一个下降趋势中 那么今天的低开也是顺理成章的 但低开之后往下碳并没有出现一个加速的下跌 而是形成了一个横盘的震荡 但是从整体来看 目前高点跌到这里 还并不构成一个底部 一旦下午出现反弹 那么之后下周处还会有一个再下弹 一方面之前震荡中的一个趋势还需要回踩 另外一方面目前这里并没有一个能够支撑往上反弹的底部 所以对于今天走到这里 整体还并不是一个超低的好时机 对于整体 当然我们可以发现 目前高点以来的下跌 对比前面 四连一 速度上有了一个明显的降速 那降速再往下跌 就意味着 只要下午反弹之后 在下周一不要出现一个极端的杀跌 那么就很可能会见到 本轮高点以来的下跌的一个低点 然后再次开几轮反弹 整体 还是呈现一个我们之前一直说的 收敛的整理形态 对于大盘也不用太过恐慌 所以还目前三连一 那今天板块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农林牧鱼 也就是一些种叶啊 还有鸡肉 猪肉 粮食 水产品 这些涨幅剧前 但同样的 也是底部突然拔起来的一根长阳 在前面堆了小阳线之后 然后做了一个突破 那这样的突破 是没有持续性的 所以对于这一块 也不要着急取得着底 后续回踩 我们再看 今天早盘 人工智能 开盘 即跳水 切的板块 早盘甚至一度快速下跌到3% 但随后在老一批的 人工智能像运冲科技 以及科大迅飞 他们的强势拉伸带动之下 板块也出现了一定的探体回升 那前两天 我们一直在说 在板块两根大阴线之后 出现的反弹是呈现一个向下的震荡 那么这里必然并不构成一个底部 必须再次出现快速的下跌 那么在下跌中 我们可以尝试去做低息 激进的可以左侧交易 那如果要稳健的还是等待整体 形成一个直跌之后再去做 当然对于见底之后 出现的反弹 目前不要有太高的一个预期 可能是一个比较快速但短时间的一个快速的反错行情 这一点要做好心理准备 它并不会走出一个反转 关于这点 其实这几天的视频一直在说 那今天出现了这样一个机会 左侧是可以去做一个抄底 其他 昨天强势的一个浙江市保 五连板 水下捞起来非常的快速 但今天面临前高的一个突破 既然没有开盘在前高之上 那意味着对于这个前高 这个位置就需要震荡 因此今天就不构成一个买点 哪怕今天盘中还是非常强势的往上冲 那要买 如果下周一高开在线上 可以做第一笔 尝试去做一个底细 但是一旦往下跌 我们还是等止跌之后 站稳这条线再去做 另外 像英联科技 也是我们上周一直在说的个股 昨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回踩 回踩前高 以及 趋势突破之后的回踩 都处于同一个点 那如果你画着这条线 昨天抄底之后 到今天 15个点 卖出已经15个点到手 这都不是马后炮 都是机前已经把线画好 并且在视频中反复说过的 那如果对买卖点 还有 有什么问题的 也可以 用平时发朋友圈 或者跟亲友聊天的 搜索 古北大阪哥 里面会有更详细的一个复盘的视频 个股的视频 那 关注就可以去看 其他板块 机器人 枣盘继续形成一个 探体的回升 那上方 目前看起来 像一个小的圆弧顶 小的圆弧顶 但是力度并不大 因此 这样一个形态之下 后续还是有一个再上冲 但上冲 就会出现背离 然后再往下点 所以如果只有这一块 目前到今天 还是可以持股不动 然后等下周往上冲之后 再去做一个兑现 包括 汽车类也是同样的 走到这里 我们看一下小级别的分时 高点之后 向下的速度并不快 但是也没有一个 形成一个比较扎实的底部 因此 在这里要开启新一轮的 加速上升行情 也是走不出的 因此对于 汽车这个板块 如果持有的 非核心 快速涨停的个股 趋势类的 还是 逢高对线 然后 回踩 再去做重新的买入 保持一定的耐心 毕竟 现在大盘 并非 今天的大盘并没有见底 我们可以看几支个股 像东港股份 这支也是之前说过的 上方面临趋势的压制 下方 也是完成了一个 比较大级别的突破 那么 下周 出我们看 是否有 对于这条线 去回踩 并且打到缺口的一个机会 10元附近 自己把线画精准 回踩形成拐点 就可以上了 然后往上走 到上方的趋势压制 去做一个对线 这样一个空间 超过10个点 10多个点 应该还算不错 不错的一个套利 可以重视一下 其他 等 今天尾盘 售盘之后再看吧 那我们等周末 再做更详细的一个复盘视频 那上午的视频 就先到这里 以上都是 个人复盘性格 不错操作建议 股市有风险 入市 虚景深